那么温馨的五月份来临了 永和区的福和礼也要先送给年满65岁以上的妈妈们一份蛋糕 提前来祝贺她们母亲节快乐 祝贺福和礼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里长举办庆祝活动 先送给年满65岁以上的阿母们一份佳节蛋糕 祝贺她们母亲节快乐 今年94岁的阿嬷身体硬朗亲自出席活动 收下里长和里长夫人的祝福礼物 愿全天下的妈妈们都能够有一个快乐母亲节 我们的永利民众活动中心 举办母亲节庆祝活动 因为里长我们往年也都会有伴 所以今年还是依袭往历也是这样子 那我们是以年满65岁以上的年长妈妈来庆祝 因为我们的里人口太多了 5000多人所以就是与局部的年满65岁的名册上面的妈妈来庆祝 今年送出的母亲节蛋糕大约有300份 里长说这是一份心意要祝贺妈妈们过节愉快 同时也找来卫生所指导健康饮食 希望料理三餐的妈妈都能够有更多的营养知识 帮自己也帮家人顾好健康 请那个卫生所牙科还有那个派出所的警员来帮我们做一些防诈骗防抢的那个专题讲座 还有口腔的卫生 还有那个就说大家都有带一些东西礼物回去 不会说来这边一个空走一趟这样子 福和里的妈妈们提前度过母亲节 不但有里长送的应景蛋糕 还有丰富的养生料理尝试 让专属的节日都能过得开心快乐 中江新北新闻永和采访报道